欢迎加入环宇看东亚 我是刘以晴 您观察日韩核心议题的情报展 日韩领袖在北约峰会 短短会面四分钟 我们来看后续激荡出很大的火花 7月4号 日本最大的经济工商团体 金团联访韩 与韩国最大的工商组织 全金联展开对话 双方的财经大佬出面 公开要为日韩领袖会面牵线 下半年日韩关系值得期待吗 我们同步关注 今年夏天 钓鱼台海域不平静 中俄军方都派出军舰 靠近日方主张的临街海域 这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还有日俄 在异化天然气 萨哈林2号合作破局 又将如何冲击日本的能源政策 日本参议院选举本周日开票 岸田迎来大胜的几率很高 怀宇看东亚独家专访 日本众议员辅导声响 他断定岸田不会享有黄金三年 接下来的挑战更是一个比一个大 就连日方与台积电的合作 都可能有变数吗 马上请来宾加入讨论 欢迎固定与谈人 东海大学教授陈永峰 东海大学陈永峰大家好 台湾世代智库执行长陈冠婷 各位好 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燕玲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日韩财界的顶层人士对接 金团联的会长同时也是 驻有化学公司的会长 石仓雅和访韩 重启停办三年的日韩财经会议 并且与韩国总统影席乐会面 日韩商讨如何将两国关系 带向正常化发展 也同意重签日韩货币互换协议 更发表共同宣言 今天东亚镇金属快速盘点 这场重量级的日韩经济龙头会议 陈老师 这个超级重要 各位把韩国的全金联 跟日本的金团联 这个把它记起来 韩国是大企业为主的世界 前十名的大公司 大概占了韩国的GDP的 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下次人了吧 日本的金团联的加盟的会员 它创造的雇用达到了日本的全雇用的百分之三十 各位自己去想一下 就是到哪里有多大 然后见面了 日韩两边的最大的工商团体见面了 两个人先让大家看一下 韩国那一边是LG集团的下面的公司的会长 日本的话是助委化学 助委集团也是日本的大的财阀之一 非常有传统的 所以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所推派出来的 魁维三年再次聚首 我少讲一个 日本的这一位是标准的上班族社长 比如说进了助委化学 经过了三十几年变成了社长 后来变成了会长 现在又变成了被助委化学 被助委集团推到金团联里面 变成金团联的头头 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在台湾比较少见 或我们大部分都是家族企业 而韩国当然是家族企业那一边 两边会谈谈什么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日本的半导体业 在三年多前开始对韩国的半导体的公司的输出 有一些些限制 不是真的限制 一些些的程序上的限制 就让韩国的半导体业 好 现在撤销了 限冒措施 陷入的劣势 现在希望所以韩国方面非常希望日本在这一方面取消限制 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观光业 免签入境制度 现在签证的人数都还有限制 而且必须要签才可以去 不像我们以前拿着护照就可以到日本 可以到韩国 现在日韩之间也是 所以希望可以快一点恢复免签 另外韩国加入CPTPP 这个有背后的意义 让南韩真的成为岛国的意思 再来韩日合作发展IPAV IPAV当然是供应链的问题 所以整个要把南韩往日本美国这边拉 这个事实上的意思 所以两位这两个头头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了 南韩最近跟日本相对比的话 通货膨胀率比日本高非常多 日本怎么样都长不起来 可是韩国真的长起来了 那对于韩国而言通货膨胀率高不是好事 但是对日本而言是两边希望它长起来 但是长起来又觉得哪里没有办法对应 而且是创下了1998年以来最大的增幅 这个都是我整个包括政治部门 要继续对应的事情 老师过去我们看到这些利益团体 是政策制定过程当中的核心 但是在当代多元分散治理的观念下 金团联跟全金联在现今日韩社会 分别扮演什么样举足轻重的角色 仍然影响力非常非常大 就像我刚刚说明的 包括在雇佣的部分 还有另外在创造GDP部分 仍然是两边的非常重要的部门 而另外政治现金可以左右 比如说政党或者是政治势力 它往什么样的政策去推 但是又不能太过火 否则的话又会影响民意 对不对 所以在这方面需要非常高的平衡感 所以在经济跟政策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这一次时隔三年 日韩工商界一把手促成会议 而且是抓紧天时地利人和 随着有意改善日韩关系的影习月政府上台 力促民间交流 加强了日韩的经济合作 接着要立刻为您剖析 日韩财经界的高层人士会面 不只谈经济也飘出浓浓的政治位 双方代表致辞时都谈到首脑会谈 韩国全金联的会长许昌秀 他一开口就说 日韩企业可以合作的余地很大 希望早日进行首脑会谈 好解决日韩之间的经济悬案 日本的金团联会长石仓雅和也强调 无论是政治面经济面 双方都要交流 也希望首脑会谈尽快重启 好 日韩财经界大佬出面打头阵 我们来研判 莫非岸田跟尹熙岳的历史性会面 还有什么样的难关没有克服吗 首先请问彦玲 日韩的关系它涨到最近的这个谷底 其实大概是从2019年的时候开始 那时候韩方执政的是文在寅政权 那日方这边是安倍晋三 那两边的争点主要就是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认知问题 还有慰安妇 还有那一两年发生的韩国军舰 用武器射控雷达 瞄准日本的飞机所导致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两国的关系最后变得很快 那不过现在就如同 刚刚主持人刚刚介绍到了 最近东亚情势有变 那日韩其实它都变得更需要对方了 那在这个状况下 日韩它就需要冗兵 那可是他们目前最大的阻碍就是 日韩他们民间的舆论 其实很不喜欢双方的这个国家 那也因为这个舆论的关系 那两边政府它有选举考量 有支持率的考量 所以两边的政府都不能低头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事件 在6月28号的时候 北约有在马德里有办一个会谈 那那个时候 其实两方的元首就用一个小技巧 来进行接触 他们用站着会谈的这个方式 就是不召开正式的座谈 他们两个站在走廊聊天 用这种形式就互相接触 好我们替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金传联跟全金联的一个历史 1983年就开始互访 几乎定期举行会议 上一次举办是在日本东京 后来疫情的缘故 直到如今又再度举办 看到这可以预言 日韩经济合作的前景一片光明了吗 先等一等还得要看这个通膨怪兽的脸色 韩国统计局公布6月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大增6% 创下1998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认为 各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对抗通膨 一些主要经济体专家分析 除了美国之外 上市欧元区 英国 日本 韩国 澳洲跟加拿大 都可能在未来一年当中 陷入衰退 继续请问彦玲 眼看日韩面临衰退的风险 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双方的经济合作 日韩双方的经济合作 其实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 那我这边列举两个 一个是高科技的产业链的合作 那另外一个就是外汇政策上的合作 那我第一个先来讲 高科技产业链的合作 那因为日韩这两国 在2019年闹翻的时候 那时候日本它作为报复 那它就停止对韩国出口半导体的半成品 那包括聚锡亚链 光阻气 然后孵化氢这些东西 它就不卖韩国了 那这时候文在寅政权没有办法 它只好推行这些半导体材料的国产化 那甚至在文在寅他下台之前 还拿这个东西出来做宣传 说我们提高国产化程度 就成功抗日了 不过我们由2021年的数据来看 其实韩国在国产化方面 其实并不是太成功 很多东西还是经由第三国迂回进口 那这个部分对韩国来说 其实就是徒增成本 那在接下来的布景气 我们远取到有可能会面临 布景气的这个环境当中 其实如果可以放下成见 那双方可以合作的话 其实是可以让两边受益的 那第二点关于外汇政策的这个部分 那2001年的时候 那时候的历史背景是 亚洲金融危机刚爆发 那这时候日韩其实是最近30年 他们历史关系最好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的历史背景是 两国刚刚办完那个 日韩世界杯足球赛 那这时候日本跟韩国之间 他们就提了一个货币互换制度 那额度有高达700亿美元 那这个东西一直延续 一直走到2015年的时候 因为已经协议快要结束了 那两边正在坦要续约的时候 不过那时候因为两边的关系 已经转化了 就没有成功地续约下去 那这时候日本方面 其实有提出说 韩国方面只要主动提出要求 他们可以续约 不过因为韩国方面认为 不能跟日本低头 所以就没有答应 那这个东西就没有一直走下去 接着来看北京有什么意见 北约峰会过后 中国环球时报社评认为 日韩都不应该出现在北约峰会 这是相当消极的动向 日韩的与会 势必会伤害到与中国的战略互信 不可避免的要付出代价 韩国官方表态 透过中国大陆实现韩国出口的繁荣时代 已经结束 立刻引发中国官媒不满 随着日韩双方加快修补关系 北京先从舆论放出风向 我们请问冠庭 你研判接下来会进一步加强力道反制吗 我想中国对日韩的关系只会不断恶化 那日韩之间是有历史上面的因素 包含刚才研究员特别提到的 就是在历史因素上面 强制劳动等等 导致的这种经济贸易的制裁 但是必须讲到说 有历史因素的互斥之外 但是也有价值观的互想 特别是民主自由的价值观 还有安全议题上的价值观 南韩面临的主要挑战 过去是北韩 但是自从与这个日本 有这种合作的契机之后 其实更明显的 从公民的领域开始 一般民众的领域 对中国的反感度 到政治人物对安全的这种要求 对安全的这种需求 其实这种地缘政治上面的 互斥性是越来越高 所以这个状况之下 日韩之间的关系 肯定会慢慢走向修补的方向 但同时 中国跟俄国之间的关系 在乌克兰战争之后 你可以慢慢看到他们趋向一致 所以他们在安全议题上面 慢慢的包含共同演习 在这个海上面 都在这个海上 都有甚至有 就侵犯这种日本的 这个领空领海的 这种威胁的可能性的话 那当然日本会做出因应 所以我认为 日韩之间的关系 会慢慢趋向一致 特别有美国 作为这一个缓冲 然后有这个契机 让两国之间的关系 走向更好的状况 所以短期来看 中日韩关系 只会慢慢往不好的方向走 当然日韩关系 可能会往更加紧密的部分去 好 日韩关系有可能春暖花开 除了北京表达立场 另一个不乐见日韩互动的 当然就是平壤当局 根据北韩官媒朝中社报导 北韩外务省发言人崔善基指出 美国日本南韩组成反北韩阵营 以北韩行使正当防卫自主权为由 讨论要进行联合军事演练 再次凸显出 北韩追求国防自主的迫切性 我们可以感受到 金正恩借力使力 摆出强硬的姿态 会让东北亚情势 变得更为失控吗 冠庭 其实东亚的情势一直以来 也没有在被控制 或者是 他就一直在这种不断的回荡着 那安全的议题上面 总是需要磋商 那在这一次来看的话 在乌克兰战争 我可以发觉到说 北约国家尽管给予 实质上面的军事协助 包含武器装备等 但是尽量地避免 跟俄国师的冲突再上升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俄罗斯拥有核子武器 那是核武大国 所以金正恩当然是在这一次的 乌克兰战争中 也学到很多经验 那就是说对于核子能力 他必须要强力地去保存整 那定期的恐吓邻国 也成为他接下来会 不断持续去做的 所以我看不到缓和的迹象 但我也看不到失控的迹象 这只不过是他一连串 他在这种强人政治 或者是独裁政治里面 他所学到的 继承第二代第三代的 这种金家的政权 这样子不断延续下来的 give and take的这个做法 所以会持续下去 但我不认为会到 非常失控的状况 好 我们看到北约峰会 把军事力量延伸到东亚 那么果然就逼出 北韩已经要公布 合适的时程表 另一方面 乌俄战争朝向长期化发展 日本跟随G7制裁 东亚跟欧陆的情势 也产生联动 中俄战舰巡航钓鱼台海域 日俄能源合作深变 特别是福岛核灾之后 日本核能发电 占能源销量的比例 持续低迷 而这个空缺 是依靠天然气发电来补足 但今后即将发生新的变化 稍后我们有第一手掌握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